他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可是如果他达成了做到很恐怖 我们希望他做不到 我们希望他做不到 他做到的很恐怖了 我跟你讲 可是他已经长过了这个 因为那路约是被发现营养比你好 没有负担 比什么呢 比一属属好 所以以两词来说 现在呢 他是被发现营养的好 营养的好跟老的好 其实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印度 印度只有一间厂 这个Bio的厂 然后呢 它是全世界最成功 最成熟的一间厂 它所吹起这个辣木叶的粉 起来之后 完全没有氧化的 现在中国有做 印度有做 印度有做 泰国有做 可是我们拿回来 我们研究 最少都有30%氧化 只有印度这间厂 完全不会氧化 它是用一种高科技 那如果动化 然后烘干 动化 然后保存那个价值 龙杆 然后取出那个粉 然后它来到我们这边 对不对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氧化 不会氧化 只有印度 这个国家 它那个仪器 它在这个辣木叶的那个培市上 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这边其他国家做不到 中国也做不到 它还是会氧化 OK 对可以啊 自己种彩来吃 如果你的彩蛋吃是最棒 为什么呢 它解决便利的问题 而且没有氧化 只要你吃到辣木叶 基本上你不会有氧化 如果你尝其吃 马来西亚有一个叫做 蜡木之王 在KK 就是地震那边 他是马来西亚第一个 第一个发展辣木叶的老人家 七十多岁 他的孩子五十多岁 全部有三高 他没有三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了辣木叶最少四十年 他自己弄粉 以前卖一罐二十块没有人要 现在卖一罐一百二十块不够卖 可以可以 因为塞卡 准是塞卡里会氧化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嘛 所以他必须透过一个 没有 中到这个环境无人可 直接用 生吃就可以了 生吃就可以了 做一把生吃就可以了 辣木叶 种子外面的不要吃 因为水有高 OK 印度人 祖加利 对对对 因为祖加利 他味道甜 他的甜味 你养他是苦的 不是他 营养价值 跟他的甜味 他的味道 因为什么呢 你咬他是苦的 只要一冬到水 他是甜的 对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这个吃了很好 为什么呢 他没有泡 印度人作业 可以吃 咖喱喱喱 对面他有放这个东西 没有泡 你们 我们花了 作业吃咖喱喱 肿道理不行了 那个肚子 对不对 因为人家的吃法 跟我们吃法不一样 明白 所以 怎样代替粮食 怎样代替粮食啊 粮食 今天刚才我讲的 只要我们吃到 身体需要的内需的 完整的营养 就可以代替粮食 是因为他有这个颜料在里面 可是他因为碳水化很高 OK 当然 现在为止 我们很依靠米来拿花 这因为我们习惯 你看外国人 他没有吃米饭啊 很少吃米饭啊 他们吃其他 吃什么 拐肉是什么 麦也是啊 碧米啊 他们吃其他东西来取代啊 这样 那物业可以取代啊 可以啊 因为他的营养价值 因为今天我们 我们身体要的是营养 而不是保 我们是因为称保 已经习惯了 你不保女生的饿 不是 我们饿是因为这边 脑下垂条 他要营养的时候 他会发出一个电波 来到你的肚子 叫你吃东西 原来他需要营养的 所以你要吃 可是我们应会吃 吃不到他要的东西 有一些人一天吃三五餐 对不对 为什么 不是他消化好 不是他消化 吃超过三餐一天的 就是消化不了 吸收不了 很多人想法 我和他消化力很好 一天吃三五餐 我和他吃什么好 错 吃了越多餐的人 消化最不好 营养最不好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是要营养 他叫你吃 因为你肚子 其实他叫你肚子 而吃东西 他要什么 他要营养 结果你吃那些 说七十八八的东西 两个小时后 他找不到他要的东西 他又叫你吃 你又吃了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吃两餐 就一天 没的很好啊 为什么 他吃这东西 吃到他 要的满足到他 哎 我满足 有味道 吃了这八东西 可以说 不可以吃东西 我们就看到你满足 有一些人真的吃了一包 包括老师 你叫我吃鸡蛋 每一天吃两粒 我吃不下了 我吃一粒不了 因为他们打 那有一些人讲 老师你叫我吃一包 吃两粒鸡蛋 我还是很饿 还可以吃其他东西 可以啊 因为你已经撑到你的味道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习惯来的 比如说大家吃这个 会不会造成营养不了 也不会 不会 他一包 在英国 紐卡州大学 我们 我这个也要是我 然后 经过 紐卡州大学 OK 我们有一个 并成人 一个在那边 在教授 一个Simon 我是叫他帮我们披这个 因为他们有这个 一场 一场的 在英国他们叫什么呢 recommended daily index 就是 建议一天的指数指标 在我们身体的营养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是追求他的那个点子 一包就够一天的 其实营养够我们一条 啊 关键是 牛群线 牛群线够了 问题是 因为我们要吃饱嘛 那个饱和感啊 饱足感 我们已经习惯米饭其实是让我们有支撑那个饱足感 撑到辣 然后我们变成我们有习惯 我们要吃饱 有些人讲不吃饱不行啊 他习惯 所以我们一包 可是你造势 你三餐造势 啊 对 可是 不好意思哦 你吃了一段时间后 他怀疑你这个环境的时候 已经开始稳 你讲 各位很不好意思哦 你一吃到 插灰养 你一吃到 鲍养 你一吃到 那些什么呢 咖喱米 我跟你讲 这些哦 身体不要的东西 你吃进去 搞不好一个小时 他就叫你上厕所 他不要油的 他就叫你去 为什么 啊对 你可以吃 可是他会不要 你叫你排出来 因为这个 他会分解这些油 明天我就示范给你看 油凝固了的 倒进去过后 等下他油掉完 所以你身体一样 你吃进去过 那身体已经有一个保护了 对不对 你吃这些东西啊 他一个小时 那个半个小时 他叫你上厕所 而且上厕所的时候 全部啊 是油烂烂的 你那些油 油这样子随随 他全部 破分解了的 他完全破解 就给你出来 很快的 所以这个到最后怎样呢 你还是享受 吃 可是 这些东西 不会再进去你的武将 因为他自然的去分解 排出来 因为他不要 可是要一段时间后 你要一段时间后啊 你的这个环境 还原回来 他就走到这边 是否也是这样啊 知道油烂烂 因为你的胆 胆 如果胆质不够了 你吃油烂就会好了 因为他不能再小化 OK 胆出山就是这样子的 OK好啊 所以呢 大概我都分析完 大概了齁 我们就时间分析 我就分析完了 这个 começar 那么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好 五分钟 接下来五分钟后